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萨宾的职业生涯没有哥哥那么成功 但他也是罗马尼亚国内足坛的一位非常具有实力的射手 曾经得得过罗马尼亚甲级联赛的金靴 而伊利耶最让中国球迷熟知的是他曾三次来到中国联赛踢球 他先后效力过长春亚太 江苏顺天 江苏苏宁前身 青岛海立峰等球队 尤其是在2008赛季 他代表青岛海立峰曾以18个进球 夺得了中甲联赛的金靴 而2009赛季结束后 34岁的伊利耶就选择了退役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已经挂靴 多年的伊利耶拼了老命也要重返绿音场呢 罗马尼亚媒体透露 这位传媳付出纯粹是为了偿还赌债 原来成名之后 伊利耶和许多球星一样沉迷烟酒和夜生活 后来更是痴迷于赌博 据悉 退役这些年伊利耶不解花掉了 在中国踢球时期赚下的全部身家 目前更是深被债务高达400万欧元 约合3200万元人民币 这样的窘境让他现在生活十分拮据 甚至连孩子的每月1000欧元的赡养费都支付不起 而他的哥哥为此也对他不管不顾 拒绝提供援手 迫于无奈 伊利耶只能无奈宣布付出 再度套着早已经不再年轻的身体去赚取低廉的工资 更让曾经支持他的中国球迷感到心酸的事 虽然如今伊利耶已经付出 但因为体重超标 这位前中甲金靴至今依然无法登场比赛 或许不久之后比吉联赛的东家也要选择将他扫地出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